这应该是黄渤最想删除的片段 天刚蒙蒙亮 大俊来了兴致想开车冲刺一下 老婆阿秀却一直在他耳边 唠叨谈工作的事 大俊心烦意乱 车子不到三分钟就漏油了 阿秀见他这个废物样子 只好穿上衣服叫女儿起床 吃完饭后 大俊来学校上班 转眼间就看到了年轻漂亮的同事小美 两个人谈起优秀教师的事 小美对得信心满满 肯定是你啊 你讲课讲的吗 而且知情 大俊尴尬地笑了笑 随后来到教室上课 还没讲几分钟 大家就一阵头晕 等众人反应过来 教室里旧同学消失了 大家都很害怕 跑出教室门才发现 还有不少人也消失了 这种现象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听说一阵激光之后 全球各地旧人不见了 官方也在猜测原因 大俊嘱咐母亲最近可别出门 但母亲非要出去 为了安全着想 大俊脱家带口地跟上老太太 刚来到公园 他们就听到一堆人在谈论今天的怪事 还没走几步路 一阵爆炸声传来 街上一阵混乱 大俊赶紧带着家人躲起来 躲过一劫后 大俊赶紧跑回家 隔天他来到学校 领导通知停课 还让老师把学生送回家 大俊来到校门口点名 发现班里还少了几个同学 他赶紧跑到胡同口寻找 正好看到这帮小崽子在打架 急忙进去劝架 事情解决后 大俊教训孩子们 这个时候还敢闹事 也不怕被光带走 孩子们却很不在意 听到这些话 大俊意识到了这个现象 正好小美过来找他 还特地给他做了美食 两个人开始谈天说地 最后还是把话题 绕到了前几天的怪事上 小美也发现 消失的人都是成双的 大俊联想到同学说的话 两个人达成共识 一直认为 只有相爱的人才会消失 回到家后 大俊单独带着母亲散步 谈起了怪事的规律 让他搞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自己没有消失 是他不够爱阿秀 还杀秀不够爱他 母亲让他好好想想 大俊也陷入了沉思 他心不在焉地吃着饭 很快优秀教师的名额下来了 主任找到大俊谈话 告诉他名额给了其他老师 大俊心里很不舒服 他想不明白 为啥给了别人 主任解释道 李老师老婆消失了 这是学校给他的补偿 大俊听到后立马反驳 这什么道理啊 他现在自己一个人留下来 对他打击特别大 那我们还两个人都留下来了 那这对谁打击更大呀 主任也不想废话了 着急地把大俊打发走 大俊一看脾气上来了 他把话题转移到主任身上 问他们两个怎么也留下来了 主任不但烦地说 当天老婆不在 听到这番话后 大俊心里也有了主意 他撒谎说 自己老婆当天也不在家 为了面子问题 大俊还特地去伪造了假车票 甚至还做了假照片 回到家后 大俊一场阿秀帮他撒谎 阿秀心里也是不愿意的 明明是大俊对他没了心思 反过来自己还要被怀疑 听到他俩的谈话 女儿不耐烦地说了几句 你们两个我还不离婚算了 此时的大俊正好在气头上 跑过去和女儿吵架 不欢而散后 大俊带着阿秀来参加同学聚会 一坐下来 大家就说在前几天的事情 要不就是吃吃喝喝 根本顾不上听大俊讲话 但为了澄清 他和老婆没有婚变 大俊只好刻意地展示阿秀 在火车站的照片 这才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正当他们看得起劲时 一旁的毛一哥拿出了自己的照片 大家一看 竟然和阿秀的照片是一个场景 饭桌上似乎冒出一阵绿光 还有不少人猜测 说不定毛一哥是和阿秀一起去的 听到这句话后 毛一哥吓得赶紧解释 自己就是为了证明和老婆相爱 特地做了一张假图 接着饭桌上传来了笑声 对于大俊的照片也不言而喻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这边的大壮哥却来了兴致 他非要质疑大俊的照片有问题 大俊也不是好惹的主 眼看着叫被拆穿了 偷拿起车票给大伙看 大壮哥还真和他杠到底了 说车票也是可以伪装的 大俊站起来和大壮哥理论 推推嗓嗓的很不好看 同学们也纷纷劝架 不要为了小事生了和气 谁想到 大壮哥突然来了句 这么一听 大俊这下可有理了 那几天 他刚好和阿秀来了一次 他信誓旦旦地站起来 谈起几天前的情势 完全忘记了一旁尴尬的阿秀 越说越起劲 阿秀也坐不住了 他拿上东西就离开了现场 此时饭桌上更是混乱了 大家都在讨论大俊的家事 大俊也停止了吹嘘 阿秀独自回到家后 就委屈地在床上躺着 没多久 大俊也回来了 想到今天让阿秀受到的委屈 大俊内心一阵愧疚 想和他亲热一下 缓解夫妻感情 可正当他把手摸到阿秀肚子上时 阿秀躲开了 随后下床喝水去了 吃别的大俊只能躺在一边 这时 阿秀的手机响了 大俊拿起来一看 怎么是其他男人发的信息 他看着短信里的男人嘘寒问暖 内心不是个滋味 难道自己真的被戴了绿帽 他胡思乱想了一晚上 第二天 就约发短信的男人出来 男人叫大海 刚一见面 就猜到了大俊的来意 他甚至露骨地说出 自己和阿秀的关系 这一下可激怒了大俊 他抓起大海的领口就要动手 大海让他考虑清楚婚姻的问题 顺便想明白和阿秀的感情 之后搞不清楚再来找他 大俊回到家后越发迷糊了 隔天就去找了大海 没想到 他这次还把老婆带了过去 看着男人这么嚣张 大俊又想动手了 大海一阵说教 还说自己曾经和妻子感情 也遇到了危机 说是相爱一辈子 即使各自也没有那么爱了 都是在维持假象 应该证实到问题的所在 他们现在当朋友处也很好 大俊看着这一切 想和阿秀好好聊一聊了 他把阿秀约到阳台上来 开始问他大海是谁 阿秀一阵沉默 女儿看着关系僵硬的父母 让他们关上门吵架 阿秀不想打扰女儿休息 关了门就离开了 大俊还是想不通和阿秀的关系 他在办公室也心不在焉 就在这时 小美走进来安慰他 依然给他带来了爱心便当 大俊把自己的哭闹 说给小美听 小美告诉他别瞎想 说什么消失的人 都是相爱的人 都是谣言 可是大俊还是听不进去 这下小美来了勇气 直接过去稳住大俊 大俊这下和小美又联系起来了 甚至两个人还通起了短信 小美更是鼓足勇气向他表白 大俊一边面对着 漂亮女孩的甜蜜暴击 一边面对着沉默寡淫的妻子 他还是选择了小美 两个人约着来酒店开房 大俊心怀鬼态地告别妻子 悄悄地来到酒店 躺在床上的思索了半天 心里一阵纠结 好不容易打算离开 就在下楼的时候 刚好和小美打了个正着 他只好再次回到酒店 听着小美的洗澡声 大俊心里一阵慌乱 他不知道该怎样和女人解释 等到小美出来 大俊直接告诉他 用自我奔我 朝我来解释这一切 我想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好的想法 老天爷才盼了我不及格吧 小美安静地听大俊讲完 还问大俊会不会爱上他 得到答案后 小美丝毫不后悔地离开了酒店 解决完这个事情后 大俊匆忙地回到家里 给了阿修一个拥抱 说出了那句从未说出口的话 我爱你 他和小美的关系也止步不前了 但是他依然会和阿修在一起 人到中年 或许感情没有当初那么强烈了 不仅仅针对大俊那样的家庭 而是更多的中年人应该遇到的问题 这部影片用一个荒诞的设定 来展示中年人的爱情观 当爱情只剩下一地鸡毛时 他们依然会维持着名存失望的婚姻 无法正视关系的破裂 当外界的诱惑吸引着他们时 他们也懒得投身进去 到最后发现 平淡才是常态 也许爱情就是这样 没有轰轰烈烈的海市山盟 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